第茂德后书 第茂德后书第一章 奉天主的旨意 为传播在基督耶稣内所恩许的生命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路 致书给可爱的儿子第茂德 愿恩宠、仁慈与平安 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当我在黑夜白日的祈祷中 不断地怀念你时 我就感谢我继续祖先 以纯洁的良心所服侍的天主 我每想起你的眼泪 我便渴望见你 为叫我满心喜乐 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 这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 罗伊和你母亲欧尼克的心中 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 为了这个缘故 我提醒你把天主借我的副手 所赋予你的恩赐 再赤然起来 因为天主所赐给我们的 并非怯懦之神 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 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证为耻 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人为耻 但要依赖天主的大能 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 天主拯救了我们 以圣诏照教了我们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 这恩宠是万世以前 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 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 基督耶稣的出现 显示了出来 他毁灭了死亡 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为这福音 我被立为宣讲者 为宗徒 为导师 为了这个缘故 我现在受这些苦难 但我并不以此为耻 因为我知道 我所信赖的是谁 也深信 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 直至那一日 你要以信德 及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 把从我所听的健全道理 奉为模范 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 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 你知道 那些在亚西亚的人 都离弃了我 其中有飞格罗和赫摩格乃 愿主赐仁慈于 敖乃西佛罗的家庭 因为他屡次使我精神快慰 也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而且他一到了罗马 便急切地访寻我 也找到了我 愿主到那一日 赐他获得主的仁慈 他在厄福所怎样为我服了物 你们知道的更清楚 你那些人都在这一道 你这种写真地的写真 是十分之一 写真地的写真 我这种写真地的写真